看准今年元旦廉价商机 后里有乐园业者就优惠 廉价三天之内 只要凭着政府优惠券 三人同行两人免费 第四以及第五个人还有半价 吸引不少民众是带着全家出游 乐园预估三天将能吸引两万人次 而在后里的马场也祭出了优惠 几日起到元宵节前 主要民众买票入园就可以参加摩采 主办的市府观光旅游局 更准备了三台智慧型手机 跟20台的脚踏车等好里加码 希望在新的一年吸引更多人潮 政府日前推出消费提振措施优惠券 民众可想两人同行一人免费优惠 后里有乐园业者抢供这波元旦廉价人潮 将优惠扩大至三人同行两人免费 且同行第四第五人另想全票半价 换算起来五个人玩乐园 平均一人不到300元 如果你有我们政府刺激消费的优惠券 原本两人同行一人免费 那我们乐园加码到三人同行 可以两人免费 我们预估在这波廉价期间 可以创造两万人的一个入园人数 那可以创造上千万的一个营收 而没有优惠券的民众 凡是摩羯座水瓶座的游客 在一月份只要半价就能入园 另外需要额外加价的密室逃脱主题馆 这两个新座游客更可想三者优惠 有不少民众主谈报名 水瓶跟摩羯都只要入园都半价 而且来完密室逃脱又只要加199 所以我们就心动 所以我们从嘉义就元旦就赶上来这边玩 看到摩羯座或水瓶座半价的游会 所以趁元旦假期 带小孩子来这里走走 另外后礼马场每年春节 举办的莫彩活动 主办的市府官方旅游局 今年不但提前一个月开始 奖品更加码 共准备三台这位行李手机与20台脚踏车 民众只要在元朝节前买票入园 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得主 那凡是只要在我们活动期间 购买我们的后礼马场露营门票一张 那我们就会赠送一张莫彩券 那我们会统一在元宵节 就是活动结束后元宵节后 我们会公开 公开在阳明大楼 台中市政府阳明大楼公开抽奖 我从台北来 今天来到后礼马场 来这里骑达车 也有可能是骑嘛 然后这次拿到莫彩券 希望可以抽到手机 市府表示 希望借由这次扩大莫彩活动 吸引更多人潮 体验射箭 骑车等活动 感受后里的美景与悠闲时光 记者林云轩 台中投报道